你今天就跟着我走 你就瞧好吧 上回我去啊 抓了不少鱼呢 你们俩去哪儿啊 郭大哥 郭大哥 李堂主啊 要观山饮酒 拆我们二人去洞庭湖 捉几条鱼回来下酒 等我们回来 也给郭大哥留一条 对 给你留一条 这回郭大哥有口福了 你们两个 你们是什么人 故人 去 把贤老头叫出来 老宗师闭门亲修 不见外人 你 你们还是请回吧 少啰嗦 你要是不把贤老头 交出来 我家主人可就不客气了 是不宜和圣公 你可以帮 Chickpeud vit 啊 我真是 dizer 岳阳门独论掌幼 谁要是能踏进这个圈子不死 国家主人就放了 你这匡徒 竟敢在我岳阳门外撒野 看我怎么教训你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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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藐视我们御阳门了 郭大哥 郭大哥 快去告诉掌门人 就说水红烧来了 管它是水红烧还是水牡丹 我都让它变成一朵餐花 他们 他们 郭大哥 郭大哥 祖剑阵 祖剑阵 什么云 公里 走 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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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 爹 爹 你要为他们报仇啊 铁心不止有故人造法 有失远迎 我家主人只和贤老头说话 快让贤老头出来 拜见我家主人 水姑娘 我们岳阳门 对你向来是一礼相待 可是你一次又一次 在岳阳门大开杀戒 铁心要为岳阳门枉死的弟子 讨回个公道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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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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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爹 你看这箭 别动 箭上有毒 我家主人说了 岳阳门近来人丁不枉 不算贤老头共计六十五人 今日死了八人 还剩五十七人 三日之后 叫贤老头再次听命 不然的话 你们岳阳门所剩之人 走 你 你说这怎么办呢 老宗教 败教老宗教 是 是 贴心 贴心 怎么回事 是水红烧 是他 他真的来了 贴心 冰中呼吸 我帮你有内力驱寒 不想走 是 不要 阳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兄 好多了 水红烧 他要杀我们整个越洋门 水红烧 这怎么办 爹 水红烧到底是什么人 他为何要把越洋门斩尽杀绝 这场大火是躲不过去了 十六年了 我没有想到好 今日的水红烧 竟然能用寒沙射影的功夫 将内力倾注于那刀剑之上 足可见他内功生不可测 远胜往昔 今日的水红烧 就算是没有七步断肠红绑身 乌林之中 也难有他的敌手了 我只盼着 他别伤计无辜 只杀我一人 让越洋门所有弟子 都能够平安地离开 师父 这 恕弟子指引 我们不应该对雪红烧 有任何的奢望 他一出手 便杀了我们八个门人 他是不会放过越洋门 任何一个人的 尹建平 这里是你说话的地方吗 还没给我滚出去 李堂主 是师父让我到这儿来的 师父不发话 我不可以离开 你一个济氏弟子 竟敢当众鼎撞堂主 我看你是活得不太烦了吧 季风 是我让他留下来的 把剑收起来 总是 这个人不能留在门内 他是水红烧派来的奸细 李堂主 说话要有凭据 你为何要无中生有呢 我什么时候变成水红烧的奸细了 为什么你前脚来到我们岳阳门 后脚他水红烧就来了 为什么水红烧 连我们岳阳门有多少人都知道 说 是不是你告诉他的 季风 此事与他无关 你就不要再为难他了 宗师 是 你是被他欺骗了 我们应该立刻把这个人杀了 让水红烧丹奉先失去内应 我们才能安然离开岳阳门 对啊 对啊 不道理 说得对 师父 万万不可离开岳阳门 铁锡 爹 你怎么了 爹 离开岳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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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难道 这难道是 铁锡 是我害了你啊 你被水红烧的 久寒病迫长得掌风伤到 伤到了经脉 我本来想用内功助你遇寒 可没想到 没想到却加速了寒气的运行 师兄 你就不用自责了 水红烧这个大魔头 他是来报仇的 记得当年 他说岳阳门有内奸 我跟他差点就大打出手 他这一次来 是来算总账的 爹 天心 爹 天心 爹 爹 爹 爪门 爪门 你怎么了爹 爪门 爹 你醒醒啊 爪门 爹 爹 爹 师父 爹 乃儿一定守任水红烧 为您报仇 爹 爹 爹 乾职 爹 爹 我爹惨死于水红烧手下 你要是再不处决这个奸细 闫游 viel杂定之在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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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石 是 防日记不可无 就算是不杀死他 也要把他关起来 建平啊 我从未问过你的过去 事到如今 你也该跟师父 说个清楚了吧 岂师父恕罪 建平却有不得已的苦衷 所以不能如实相告 但岂师父放心 我确实不是水红杀的奸细 我跟水红杀有不共戴天之仇 今天若不是因为 建平武艺低位 早就跟这个女魔头 拼死一战了 什么苦衷 肯定是不想说实话 不说实话就是奸细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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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堂主 现在大敌当前 我们应该同心协力 共同御敌 你罢手吧 如何 好你个奸细 不是不会武功吗 完全是撒谎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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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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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无力了 宗师 他隐瞒师分遗图不轨 咱们不能信他 让我杀了他 季平跟我六哥 芈如烟学过功夫 他不会是水红勺的人 什么 他是双克堂主 芈如烟的弟子 正是 武功不会骗人 他刚才用的 正是芈如烟的 金刚铁腕功 师父 季平并非故意隐瞒 我知道 六哥跟我 想来心存芥蒂 你不告诉我 我不怪你 我为六哥能有你这样的传人 感到高兴 宗师 就算他不是敌人的奸细 那他隐瞒身份意图不轨 就是对本门的不重 按照门贵也应当严惩不待呀 好了 大敌当前 我们在座的这些人 能不能继续活下去 都不知道 还要自想残杀吗 难道你们 要亲者通 仇者快吗 吩咐下去 今天所有弟子都在东方休息 大家聚在一起 也好有个照应 好 季平 你跟我来 主人 我回来了 怎么样 岳阳闻已为宣主家道 仁仁自卫 上下皆惶恐不安 亏他们还记得宣主 我就是要他们惶恐不安 岳阳门所有的出口 都封住了吗 都封住了 他们一个也别想逃出去 你辛苦了 去休息吧 是 金风 水红烧心狠手辣 难道我们真的要留在岳阳门 坐以待毙吗 老宗师被水红烧吓破了胆 那个尹建平又别有用心 当下大家说该怎么办 金风 掌门人不在 我们听你的 你说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我认为 大家必须连夜逃出岳阳门 才能活命 既不可视使不再来 李堂主 我认为应该听宗师的 明日大家一起商议对策 即便走 也不急于今夜吧 段堂主 水红烧痛恨的是宗师 和我们又无仇无怨 如果我们能逃出岳阳门 就会留下一线生机 我们是岳阳门弟子 岳阳门有难 宗师有难 我们不应该逃食夭夭 段堂主 我们不能成匹夫之勇嘛 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 如果我们能活下来 就能为岳阳门留下香火 祠堂之内 各位掌门人权下有之 也不会责怪我们 好了 大家都别争了 当务之急是保留实力 愿意走的 请站在我对面去 好 周长老 徐长老 吴堂主 你们三人各自带三名弟子 分三路离开岳阳门 一路下山走汉路 一路从洞庭湖走水路 还有一路走后山小道 如果能成功脱困的话 大家在五十里外的 石门义会合 诸位 快快启程吧 李堂主 如果我们大家有幸 逃出岳阳门 我们一定在石门义 等待堂主到来 好 成败在此一举 foi 是 各位 五十里 跌满 五十里 少爷 六十里 来 长哥 你看 师弟 我的无忧结 你怎么解呀 来者不善哪 莫要惊动他们 咱们绕路下山 是 走 去尾三骑路 你们快逃 我跟他们拼了 快逃 我这一字 该往何路 平位四六路 乃最佳取出 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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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长老胡乌汤主他们 都被水红烧给杀死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宗师 作为我们几人商议 大家都觉得不能在这儿等死 武汤主 周长老 还有徐长老他们说 先带九名弟子探一探路 他们是分三路走的 约定在石门一会合 看来水红烧早就布置好了 岳阳门周围的路 应该早堵死了 宗师 也许武汤主已经逃出去了 他是从后山小路走的 但愿如此吧 宗师 老宗师 启禀老宗师 武汤主他们被人杀了 一共四个人 尸体就在后门外 宗师 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报仇啊 大家不要惊慌 水红烧虽然厉害 但我岳阳门乃百年之门 只要我们能齐心协力 岳阳门就不会绝技于武林 季风 你们快把这些人的尸体 抬进去 是 剑平 随我到后门看看 是 各位岳阳门的门人 如今 我岳阳门遭遇大难 仇人在一日之间 杀我二十三名门人 作为前任掌门 我必竭尽全力 以保岳阳门的香火传下去 我岳阳门 我岳阳门 立门百余载 无影随行剑 军心掌 血罩内功 这都是我岳阳门 最高深的武功 他们凝聚了前人的智慧和心血 倘若 这些武功在我手上失传 我就是岳阳门千古罪人 而今 我要为这个铁侠秘籍 找一个传人 这个传人 必须要做到 活着 带着铁侠秘籍 离开岳阳门 济风 宗氏 弟子在 你把钥匙 交给建平保管 这 这 宗氏 你要我把钥匙交给尹建平 正是 尹建平 就是我选的传人 宗氏 他不过是一个济氏弟子 根本不配掌管铁侠秘籍啊 师父 师父 弟子不才 难以服众 师父的厚爱 弟子心灵了 还请师父 灵弥他人 建平 虽然是济氏弟子 但是他的内功高强 而且临危不乱 昨日我已正式收他为徒 他现在已是我岳阳门的弟子了 宗氏 宗氏 好了 此事就整定了 还有两日时间 建平 赶快好好操练阵法吧 弟子遵命 这两日我要静心练功 所有门内事务 皆由尹建平 代为掌管 弟子遵命 主任 岳阳门没有人再敢出来了 他们肯定是害怕了 咱们应该趁热打铁 明日就进攻岳阳门 行走江湖 诚信最为重要 说好三日就得三日 行了 你去休息吧 是 师父 你的仇人就是弟子的仇人 弟子一定会为你复仇 绝不会让你失望 兄弟们 为了岳阳门 为了活着 打起精神来 好好地练 李堂主 你身为岳阳门的堂主 在紧急时刻 应该跟我们一起眼泪阵法 是 我就讨厌你借用宗师之命 对我指手画脚 我不是在借用 我是在遵从宗师之命 宗师是为了岳阳门的生死存亡 如果你觉得你跟岳阳门没有什么关系的话 请你离开 你这是在威胁我 我也是为了大家都能活着 为了岳阳门 好 我练 如果你的狗屁阵法不管用 耽误了大事 我第一个杀了你 不用你动手 如果岳阳门不在了 我也不会活着 兄弟们 打起精神来 为了活着 为了咱们岳阳门 咱们就信他一次 报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十四 五 十四 十五 那眼脸如何 还好 大家已经基本上 掌握了阵法的要力 尤其是李堂主 掌握得更好一些 只是 只是什么 说 昨晚两名弟子 离开了岳阳门 今天早上 他们的尸体又被敌人 摆在了门外 乌露偏锋 连阴雨啊 岳阳门大门紧闭 龟缩不出 闲老头两日都没有动静 不过我远远望着 看见岳阳门内 好像有人在指挥 演练阵法 但是其他的弟子 早已没了斗志 若是姑娘明日出马 定能所向披靡 活捉闲老头 是什么人 在指挥这种阵法 是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 他长得什么样子 离得太远 没有看清 阮行 明天一定要注意 这个年轻人 是 阮行不明白 连险兵老头 都不是姑娘的对手 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人 又何必放在心上 现在岳阳门大难临头 这个年轻人 既然临危不乱 想必他一定不是寻常之人 你把这个带上 师父 这 这是什么 这是当年 水红勺送给师父的 必毒欲绝 带着它可以百毒不侵 但愿你带着它 可以避过水红勺的 七步断肠后 师父 水红勺它不是您的仇人吗 它怎么会 当年 师父与水红勺 有过一段孽缘 因为这段孽缘 师父的大哥 三个 二个 三个 四个 全都家破人亡 可师父之国 师父自会偿还 剑民 你一定要活着离开 一定要把岳阳门发扬广大 这个必毒欲绝 你带上吧 师父 这个 童弟不能带 怎么 你嫌弃这是水红勺 送给师父的东西 不是 师父 小时候算命地说过 让我远离金狱 否则会带来杀身之祸 剑平 水红勺明日就要来了 师父的时日 已经不多了 师父非常想知道 你究竟是谁 十六年前 我跟随冷秦居士 习武 六年前 冷秦居士将我送往双鹤堂 我跟随芈如烟堂处 学习金刚铁万工 何冷秦 十六年前 你有幸跟随冷秦居士戏武 真是再好不过了 你的金刚铁万已有九成功力 能在六年时间达到如此境界 真是难能可贵啊 师父谬赞 三年前我学成金刚铁万工 又前去六河门 六河门 为何要去六河门 剑平曾立下重事 忍辱负重 历经天下之苦 学尽天下武功 为我爹报仇 我爹出身六河门 剑平必须进通六河门武功 你爹出身六河门 你是 师父 七叔 你是小四 是 浅平正是小四 你果真是小四 七叔 你是三哥儿子小四 好 坏子 三哥又护了 三哥又护了 七叔 剑平 很早就想 教你一生七叔了 是七叔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爹 对不起你那些 死去的叔叔和伯伯 太好了 三哥又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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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骤平啊 拿着这把剑 答应师父 明日一定要活着离开岳阳门 先到双鹤堂去找你六叔 再到清风堡 去找你五叔 把水红烧的消息告诉他们 他们看到这柄御龙剑 自会知道水红烧的厉害 这是最重要的 你只要敢在水红烧之前告诉他们 他们就会有所防备 就不会像岳阳门一样 遭受灭定之灾 七叔 明天我不能走 我是岳阳门的弟子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跟水红烧拼到底 很好 你如此不畏强敌 为时非常赞成 不过剑平啊 有勇无谋 难成大事 明日一战 你只能在暗中指挥 不可露面 千万不可让水红烧看到你 水红烧上次说 岳阳门只有六十五名弟子 这说明他并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明白吗 七叔 我是你的关门弟子 如果我躲着不露面的话 岳阳门的弟兄们会怎么看我 为了岳阳门 为了给你死去的爹报仇 为了你活着的五叔和六叔 你必须如此 这是为师之命不可违背 遵从师命 遵从师命 丢掉便是了 但切记 明日人一定要带着他 这也是为师之命 多好的字啊 只可惜 今日之后 江湖上就再也没有岳阳门了 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人 他们有埋伏 攻阵卫 阵亡来历 出其左右 明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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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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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